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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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謀安排電梯解鋼 我哪有跟男同事搞愛沒 你說啊 那我沒有 都假的啊 你只踢一段點小人 我是你女朋友 你把女朋友擺在哪裡啊 把溝通搞得更烏煙瘴氣 妳是壞壞的 電梯褻垢是我故意 我只是想要讓妳送去到 再說一遍 我故意的 怎樣 就是要妳愛我啊 好啊來啊 我愛妳啊 玉帽可以戴到了啦 玉帽子 露個肩膀 露個腿 好厲害啊 我就跟你講沒氣嘛 十萬塊還妳啊 十萬塊還妳啊 抓到她的湊錢啊 我沒有妳一樣可以活啊 她是我死對頭耶 我在這業界待了多久了 那是因為妳沒有本事啊 妳沒有本事妳才會怕吧 我看妳在溫神啊 怎樣 為什麼要去 我就想要 那妳報復的方式什麼東西呢 妳做了一些什麼 我讓公司抖避啊 我跟妳有仇是不是啊 故意 故意 我高興我怎樣 高考妳開心是不是 很開心吧 不要怪我 翻臉無情 所以還要搶我男朋友啊 她跟我說她欣賞妳啊 妳不吃錯不行嗎 原來女友物水性洋花 是妳我當小朋友啊 是她女友 妳自己沒本事 我沒本事 是妳自己沒本事吧 因為她非常自己就顧好嘛 妳根本就沒有能力啊 妳講清楚講明白 跟男人亂搞曖昧關係 叫做禍水 我沒有 沒有 朋友可以揉揉抱抱 朋友可以在那邊聽聽我我嗎 沒有啊 就朋友啊 注意自己揉抱抱而已啊 我也是笑了嗎 她跟曉楓兩個人赤裸裸的 在地上滾來滾去 怎麼會 拜託見鬼了喔 妳看到鬼了喔 對 那個鬼就是妳 就跟她說她見鬼是怎樣 妳聽妹妹的喔 不聽妳 這場路說的妳沒聽到嗎 那妳說我不相信自己女朋友啊 我跟她是珍惜相愛的啊 我那麼疼妳 我那麼照顧妳 妳居然搞這種關係 妳是水心洋蛙的女人耶 那又怎樣 真神的一台FIRE 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 是話不說不明 人的一生當中裡面 有許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你收看我們的分手擂台 馬上要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評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兩性作家 呂如中先生 大家好 我是呂中 好,第二位介紹是 漂亮可愛的Yumi小姐 大家好,我是Yumi 好,第三位介紹是帥氣可愛的洪澄陽 樊哥好,大家好 我是洪澄陽 好,來歡迎我們的委託人 劉瑞德先生來 好,劉先生 你好 你好 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劉瑞德 今年三十五歲 廣告設計公司的老闆 好,從事廣告公司多久了 三年多了 像目前是老闆 是 好,今天要控訴的是 我女朋友小沛 小沛 也是你公司裡面的人 是我們公司員工 是 小沛自從我們來我們公司以後 是 把公司搞得烏煙瘴氣的 搞小團體 搞鬥爭 還更可惡的 是 她跟我的指對頭 另外創業,你知道嗎 還把我的客戶 設計圖全部搶走了 真是蛇尖女人 好,所以今天要好好控訴她就對了 是 好,今天來到現場 一起來歡迎文沛,來 劉瑞人,你說啊,什麼話你 什麼叫蛇尖女人,你說啊 本來就是啊 你說啊 我哪有常理設計圖 你說啊 難道不是嗎 並沒有啊 我哪有跟男同事搞愛美 你說啊 那外面常理都不是,都假的 你只踢那一人想 我是你女朋友 你把女朋友擺在哪裡啊 公司員工不能公布嘛 你不明白嗎 不然老闆不用做啦 公司不用開啦 大力一點可不可以 你怎樣啊 等一下,你說啊 什麼叫蛇尖女人 什麼叫蛇尖女人 你說啊 浪搞關係 有沒有呢 我哪有常理設計圖 我哪有幫你公司員工 你說 你知道嗎 你這樣講清楚,你說 到底有沒有呢 他怎麼樣來 他是怎麼樣來參加 加入你公司的行列 我是一個廣告設計公司老闆 是 有一天我為了趕電梯 撞到他 我很不好意思嘛 敵手張人嗎 剛剛一個不是 要下班喝個咖啡 想不到 他怎麼跟我說的,你知道嗎 他說 我公司老闆對我不好 員工給我排擠 是 那我想說 剛好我公司有缺人嘛 好,就要來 結果來咧 把公司搞得更烏煙瘴氣 你是禍害的 什麼叫禍害 講得那麼難聽啊 你發現女朋友 想得那麼難聽是怎樣 我第一次遇到妳的時候 我開了多遠啊,順路 我第一次遇到妳的時候 就是被妳那種 成熟穩重的氣質騙了啦 電梯洩漏是我故意 動了買個濕的 送我小禮物 支個圍巾給我 好了不起嘛 我為了妳 我為了妳 持續我根本的工作 我來這邊幫妳 你幫我當什麼 下雨天 我還到手工一頂店去挑毛線 還去跟朋友 學怎麼勾毛線 就不眠目休了 為了支一條圍巾給妳 你幫我擺在哪裡啊 我告訴員工都說過 妳也答應過我囉 妳也答應過我啦 那是怎樣 結果呢 還是妳要跟公司 現在妹妹搞曖昧 妳說啊 不公開原因是因為這樣吧 我是妳女朋友耶 那是公司公司嘛 回到家給妳一百個我愛妳 一萬個都可以嘛 我就是要妳在公司說怎樣 我就是要妳在公司說 公司有公司 公司有公司貴賬 妳要這樣子破壞嗎 我是女朋友 我是妳女朋友是怎樣 我就是要妳愛我啊 回到家不能愛妳啊 一百遍一萬遍都可以嘛 我愛妳啊 妳在公開來嗎 辦公司不行 妳不懂嗎 好 辦公司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 對啊 那公司是我訂的耶 我要不要當老闆 公司要不要開啊 這我訂的耶 我要以身作則耶 那我在辦公司當什麼啊 搭公司互相體諒不行嗎 妳進公司才三個月耶 妳在公司清風作浪啊 妳還說小彤在公司 講兩個三小時的電話 有沒有 跟勇德喝咖啡聊四分 有沒有 有沒有嘛 沒錯啊 那聊什麼呢 還說小彤喜歡我 她想當老闆娘 有沒有這回事 本來就是 所以小彤是你們公司的 另外一個女員工對不對 我在公司妳是大老闆 那我呢 我在公司被妳當小妹耶 小彤想要吃飯 小彤肚子餓了吃飯 下雨天外面下雨天 妳幫我當小妹 叫我出去幫我買便當是怎樣 那我肚子餓呢 妳有過遇到我的感受嗎 小彤她有事請假 妳還會打電話過去虛心溫暖 但是我呢 我請假妳就說 我會抵累到公司所有的進度 是怎樣 有一次我跟小彤出去吃飯 她跟我說什麼 她很欣賞妳 我是妳女朋友 我就不能吃醋啊 妳不是她妳不要亂講話可不可以 我就不能吃醋嗎 我是妳女朋友 妳到底有沒有包擺在眼裡啊妳 妳不要一直說別人是非可不可以 我哪有說 我哪有說別人是非 是妳一直在提醒一下妳小人的謠言 小彤跟勇俊跟了我三年耶 他們做事態度我太了解了啦 我剛進來公司的時候 妳每次加班加到很晚 都我留下來陪妳耶 妳還記不記得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還幫妳借了一筆一百多萬的case 妳還記不記得啊 妳敢不敢呢 我有給妳抽錢嗎 我是老闆娘 我在公司當見諜 我把這些事情跟你講 妳這些 妳這個當老闆都不會處理嗎 我從來沒有聽過 妳跟我講說老闆 我們來討論一下設計圖 討論一下客戶的事情 從來沒有耶 只是聊是非好不好 這公司有制度的公司耶 我哪有聊是非 我哪有聊是非 我當界隸跟你講公司員工的事情 難道不對嗎 小彤跟勇俊跟了我三年 我知道他們怎麼樣 我會找他們來問話囉 是 我找他們來問話 他們說妳在講話 妳一定要這樣搞下去嗎 妳在公司搞破壞 搞鬼那就算了啦 妳還搞男女關係 勇俊 有沒有 妳跟勇俊有沒有關係啊 沒有啊 妳說啊 還沒有 上次聚餐 勇俊喝醉了 他跟你表白 說他喜歡妳 妳怎麼回他的 好啊來啊 我也愛妳啊 這綠帽子在妳戴大了啦 綠帽子 你是我男朋友耶 你是我男朋友 當天你也在場耶 你應該跳出來講吧 我受不了啊 你連保護女朋友都不會啊 他這樣講 你就應該跳出來說 你是我男朋友啊 你為什麼不講 好啊 那你要我跟勇俊講什麼 你說啊 你可以拒絕他嘛 我偏不一樣 我看他眼裡成什麼滋味啊 你跟小彤呢 小彤 你跟小彤呢 小彤我把他當做妹妹看嘛 好 那上次在KTV喝醉酒 他也喝醉酒啊 那你為什麼要送他回去 他喝醉了 我說完回去不行嗎 老闆關心員工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這樣子呢 合理 你是我男朋友耶 我要你重視我 你讓勇俊送我回去 我你女朋友 你重不重視我啊 你怎麼說的 你怎麼不跟他講的 對 我親耳聽到 親眼看到 我愛他 是不是 對 我愛他 我就在激你啊 我知道證明你多愛我啊 用那方式來激我啊 還有 最近應徵一個公司 不是 小楓 他人不錯 也滿有才華的 你跟他呢 有沒有關係 下個班就吃一吃飯 還沒有 還敢不承認 吃飯又怎樣 就吃飯而已啊 那你跟我說啊 就吃飯嗎 就吃飯而已嗎 這三年來 你陪我去看過幾次電影 一次而已 一次 你陪我吃過幾次飯 兩次都算得出來耶 我忙耶 我等公司要照顧耶 我你女朋友耶 我是事業心非常重的男人 嗯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你要稱我女朋友 我最早就要說過了 公司不能公開 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說過 你給我保證的 那你來個公司以後 一直搞關係搞到現在 搞破壞 那小楓呢 你跟他吃了幾次飯 一次而已啊 一次 就一次而已啊 就吃飯而已嗎 就吃飯而已嗎 吃飯啊 就吃飯呢 吃飯又會怎樣嗎 那吃到也喝醉了對不對 那天起步來 掉進設計圖 沒送給客戶 害我們違約 害我們公司賠一百多萬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我什麼喝醉嗎 你知道我為什麼喝醉嗎 你有關心過我家裡面的狀況嗎 不能來公司嗎 好 為什麼喝醉 有本事喝醉有本事上班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喝醉 那你有關心過我媽 你知道那天我媽要來跟我要錢耶 她跟我要錢她去賭博耶 那你知道我爸呢 你媽跟你要錢 真的上糧不在下糧歪啊 我看你差不多了嘛 唉呀 我辛苦賺錢 我辛苦賺錢拿給我媽 就為了要還她那些賭債 那你知道我爸呢 我爸現在中夢躺在床上耶 你有關心過我嗎 你有關心過我家人嗎 好 這個跟你喝醉 有什麼關係呢 心情不好 借酒交求 是不是啊 對啊 所以你那天就跟小楓兩個 明天要送Case沒有送 因為他不能陪我啊 好 你我男朋友耶 在我最低潮的時候 你竟然不能陪我 敗了掉我 就因為這樣敗了掉我 我為什麼敗了你呢 我不是可以把你介紹 我好朋友公司去了 我立場很明顯 我不能不能這樣 我介紹你到公司去 你不是有去了嗎 去了又怎樣被欺負啊 被欺負啊 你搞哪裡關係 你又喜歡來這套耶 你是因為沒有勇氣保護我 才把我丟到你朋友公司去的吧 我告訴你 朋友早就跟我講了啦 搞鬥爭 沒有搞鬥爭 搞團體 都沒有 你把我打發到你朋友的公司去 還拿十萬塊給我 所以要讓我出國善心是不是 我給你啦 你機場都沒去耶 誰需要你們那臭錢啊 我連續找你一個多月 你一天都 一通電話也不回一下 我會很著急耶 好 那這裡 這是男女朋友表現嗎 去了哪裡呢 你說啊 到底去哪裡 都會陪我爸還是怎樣啊 就跟你講我爸生病啊 我看是騙人了吧 這跟詠勳 還在跟曉風出去 還在跟誰出去 還在跟老客戶出去 每天上班 露個肩膀 露個腿 好厲害啊 我就跟你講沒趣嘛 十萬塊還你啊 十萬塊還你啊 只要拿她的臭錢啊 我沒有你一樣可以活啊 她是我紙隊頭耶 我在這業界待了多久了 那是因為你沒有本事啊 你沒有本事你才會怕吧 我看你在問神啊 怎樣 為什麼要去 我就想要報復啊 好 那妳報復的方式什麼東西呢 妳做了些什麼 我讓人公司抖避啊 我跟妳有仇證是不是啊 我真的故意 故意 我高興我怎樣 高考妳開心是不是 很開心吧 不要怪我 翻臉無情 那他要搶我男朋友啊 他跟我說要欣賞你啊 我製作不行 我製作不行